大家早安 各位消息看到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影片指出 俄罗斯的军机苏-35在最近半个月内发生两起遭遇美军军机的事件中 是以不专业的方式拦截了美国的军机 美军表示第一起发生在4月2号 一架苏-35在叙利亚上空空域是以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国的F-16 至于在4月18号一架俄罗斯的苏-35侵入联军在叙利亚上空空域 并且是在美国军机2000英尺的范围之内进行了非专业的拦截 美国军方表示自3月1号以来 俄罗斯的空军在叙利亚的动作频频 特别是在俄罗斯3月中旬在黑海拦截了美国的无人机 那么这也是俄罗斯的军方更具侵略性行为模式的又一事件 而在延伤超过一年的俄乌战争上 俄乌双方目前仍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巴赫姆特持续的激战 CNN可以看到他们释出了一段俄军投掷手榴弹攻击乌军的画面 恐怖的是双方的距离几乎是已经近身肉搏 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士兵他们朝乌军投手榴弹 那么根据CNN播报 这一名俄军他距离乌克兰的士兵其实仅仅只有30英尺 情况是相当紧张 来看报道 乌克兰的军官表示 俄罗斯正在加强使用重型火炮和空袭行动 对巴赫姆特持续的大规模的进攻 那么俄乌两军的交战强度 其实现在看来已经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以来 在欧洲从未见过的相关情况 欧战争的爆发 连带其实台海的情势也受到了国际关注 不少的西方国家就很担忧 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尤其是在解放军他们不断的对台军演之后 很多的美国智库也是对台海的危机做了兵推 专家他们也是撰文示警 纽约时报18号就刊出了我国前文化部长 作家龙英台他的专文 题为在台湾的朋友之间 他们是开始反目 主要这一篇的报道内容就是在讲述台海紧张之际 台湾社会现在普遍已经出现了对立 还有相互指责的现象 而且这种分裂已经对台湾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龙英台他提到自己有一位60多岁的朋友 他情绪高昂的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下了 年轻人现在应该要开始准备和中国开战 因为动武就是唯一一个办法 因此他就传讯息给对方表示 其实武力只是一部分 政客他们应该也要提起勇气 透过和北京官方来接触缓和局势 但是没有想到在朋友眼里这却成了投降者 这样的思考模式 龙英台他认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 如果你只要提到或是有关大陆侵略 威胁对抗等等的言论 是不是就已经成为和友人之间的交锋 文章里面就提到了 现在在台湾不论是和家人朋友的餐桌上 还是在你的社群媒体上基本上都会提到中国开战的议题 而且这个议题似乎是没有讨论的空间 不是指控对方是铁贡 不然就说对方是反中择一 而这正是撕裂台湾的宽容还有文明 所以龙英台他就点出了 为何不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找到一个方法 避免负面的情况发生呢 那么龙英台他忧心呢 台湾的民众在中国侵略的问题上会自我分裂 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19号的时候呢 他也在国会施警了 他说呢 北京是不断地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是北京最红的一道红线 那么极管西方国家呢 大多数的国家 现在都是已经正式地采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呢 有另一个说法 现在在西方也是很流行 这个看法认为呢 两岸关系的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问题 而且呢 这个形态是不断地被改变 尤其呢 是在台海紧张的情况下 各方面对各种的问题呢 都是会回应对方的动作 那么这也加深了台海局势出现误判 还有意外的风险 先来听一段李显龙的说法 但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最危险 是一切专专门的意识形态问题 是一切专门的意识形态问题 而是一切专门的意识形态问题 是一切专门的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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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十一题 After Dr. Tsai Ing-wen met US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during her recent stopover in the US China launched three days of extensive military exercises all around Taiwan A CCTV report described them as comprehensive and precise simulated attacks on the key targets in the island and surrounding waters 而在美中关系上 李显龙他在会谈中他也提到 他认为双方现在存在高度的不信任 美方普遍认为大陆的势力是日益增长 因此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还有价值观 中方则认为华盛顿是有意要拖慢北京他们的发展 而在双方的敌对关系之下 美中的关系短期之内 李显龙认为不会有改善 而且他依旧是呼吁 但是他是呼吁美中得持续的保持沟通 逐步的修复双边的关系 而在18号落幕的局3本外长会上 其实外长们他们也在联合的声明中提到了台海问题 他们是一致的强烈反对任何通过武力 威吓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以及台海问题他们一直同意要和平稳定 对此大陆外交部昨天在记者会上 汪文斌他也针对联合声明批评 他认为当今的世界不需要有一个国家来发号施令